今天要找兩個文型 今天這兩個是很簡單的 因為它也挺好記 如果大家本身記得那些單字是為什麼 其實這個文型對你來說應該不是很難的 第一個要找的就是這個 前面很簡單的跟名詞 表示本來應該做的東西放在一邊 而去做其他東西 拋開什麼什麼不理 socchi 即是那邊 のけて就是放在那邊 整個文型就是本來要做的東西 就不做就去做其他東西 就是這樣用法的 例如這裡的例子 大學四年生の弟弟は 終職のことはそっちのけて 毎日パソコンゲームに熱中している 大學四年級的弟弟不去找工作 但每天就在家裡玩電腦遊戲 應該要做的就不會做 要去找工作就不會做 但每天做其他東西 每天在玩遊戲 不知道大家身邊多不多的人 或者多不多的小朋友 下一個很簡單 大家一看就會懂 就是這個 ba それまでだ 前面很明顯跟動詞的霸形 後面跟這個 それまでだ 表示假定的條件 什麼什麼的話就完 或者什麼什麼的話就沒有意義 我會記它是完 為什麼呢 因為それまでだ 很明顯就是 到此為止 這樣的意思 即是說 如果是沒有什麼的話 到此為止就完 這樣的意思 例如這裡的例子 どんなに素晴らしいアイデアでも ことにうつされらければ それまでだ 最好的想法 如果不付出行動的話 就沒有意義的了 如果mama 即是如果有很好的idea 但是不行動 那就沒有了 就沒有下一步這樣的意思 好了 希望我的溫習 有好小好小好小都幫到大家 對啦 或者等你不孤單 有一個人跟你一起溫習 JLPN1 我們今天的溫習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讚好 和分享出去 如果你想溫習生字卡 可以追蹤我的IG IG最近新增了一個讀音 大家有興趣就追蹤 如果讀錯了 都不要怪我 或者你可以DM我 告訴我 有什麼錯了 我都會改正 大家一起進步 如果你想多看日本的資訊 就追蹤我的Facebook 我們明天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